时间推回十年前,TVB的台性是《珠光宝器》,成了港剧后时代少有的经典之作,岁月白剧过戏,掐指一算,如今已经播出十年,康家三千斤的恩怨诚服依然于眼前,正当剧迷都沉浸在十周年的纪念时, 10月21日突传噩耗,《珠光宝器》中饰演贺峰的演员岳华去,这也是既饰演宋世万的演员陈鸿烈去世后,本剧第二位离开的老戏谷,不得不感慨一代戏谷如今在天堂相聚,岳华的离世要许多娱乐圈的导演都暗息,李律师导演回忆对方合作和矮切专业,慧英红和陈展鹏也纷纷哀悼,对于许多剧迷来说, 珠光宝器是月华留给外界很深的影响,这部剧集至今排阶之期起义在金之玉念后的又一部大作,除了眼用离子,还给当年错过金之玉念的蔡绍芬,安排了三妹的吃粥戏本,八十二集的体量没有水分,亲情,爱情,商战的新极限,是太多爱日人心里的白月光,除开林宝宜,陈豪,黄总泽邓小生, 还有月华饰演的风度翩翩,又老谋深算的贺锋,朱光宝器当年凝聚最当红的演员集体加盟,外界关注度都在陈豪饰演的贺哲男,林宝宜饰演的高长盛之间徒还,但是赢取蔡绍芬的贺锋,才是低调的Boss, 他出场总是风度翩翩,举止如雅,与肖张跋扈的宋世万一起来简直是富豪中的小天使 讲道理,这部剧最为低谷的故事性其实是贺锋,从前,万部分的老好人到后半部分,玩转整个故事谈 如果宋世万如华飞,贺锋就是一羞,玩女千百遍都不厌倦 爱他,陈宏烈和约华在播出十年后,都去了天堂相聚,朱光宝器里除开三姐妹的情爱线,贺锋作为商场老手的谋略,也一度是被忽略了 陈豪饰演的贺哲男如同一块带僵,呛口袋辣净不足 对于陈宏烈饰演的宋世万,表现出的法则都心于表面,贺锋是永远的隐忍和以和为贵 作为谋略家,他对于儿子贺哲男的管束并不过分严苛,屈严穿身教育细节 让其明白如何与弹风轻的酝酿打招,对于儿子并不绝对信任 其其义用起为写实的手法刻画,做了一个谋留者的野心 贺锋对于儿子,妻子都是操控者 且并不全信任,这种孤僻管粮都是高处不胜行 其其义和约华携手刻画到贺锋是有狼性的 在某水猎物前精心不知,让儿子贺哲男成为找牙吸引宋世万的注意 安排好美人计,让宋世万放松景气,伪装瘦细胞的样子 运用攻心树影的好友于美婷,为自己名不平,成为宋世万的劲敌 我心肠打势的攻略是贺锋的强项,用不属好的项目用起与和折腊合并 同时一举打破合作,悄无声息的给予一击 贺锋的处处退让和隐忍,在前半部分会让观众觉得 面对宋世万他种情谊,直到宋世万一步步走入他设计好的局中输个精光 观众才恍然大悟,没有公斗剧的 所谓黑话,贺锋是商场老手,卫装是他的生存法则 珠光宝剂的验世下,他的和善都是卫装 其实从贺锋也可以看到,如今许多偶像剧黎马连写着 全天下我最帅的霸道总裁没有多苍白 贺锋是珠光宝剂的商场赢家 但未必是人生赢家 他的全面获胜却失去了儿子的信任 好友的离心 而他算计半生的成果也反噬了自己 疑心深重来下最终软崩的结局 除了在剧情复现中又大快人心的商业对决 贺锋在故事主线中的低位也极为吃重 玉菜绍芬饰演的三妹康雅斯的一段忘年也非常精彩 贺锋这样的老狐狸与康雅斯这种从头到尾 都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小狐狸 为什么会走到一起 当年看时甚是不解 十年之后再看才明白 其实还是源自惺惺相惜 四个字 从电梯里遇到的第一面开始 贺锋对于身处困境的康雅斯才有了初次的印象 而之后在杂志上 在画廊里再次遇到 他对于康雅斯而言 更像是一个杂誹解惑的智者 也令到三妹真正的恢复了晚日的野心 重新振作了起来 在印尼的度假村里 小妹工作得体 处理危机也都步步为营 包括之后利用危机 为自己营造弱势 这机会引起贺锋注意 这些种种其实为人老拉的贺锋 真的没有看出来吗 剧中没有明说 但西妈觉得 小狐狸的所作所为 不过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为以施舍 懂得 敏热 同时关键时刻 能一导对手成功上位的人 不就是贺锋本身自带的个性特质吗 贺锋在小妹身上 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 也深深了解 只有这样 人才能明白和懂得自己 因为了解 所以在贺锋追求小妹的时候 就特别知道对方想要什么 所以呈现出来的状态 也就特别的钱了 什么包场给小妹看歌剧表演 宋大钻戒 名归披肩 这些都能够满足她的虚荣心 在确认关系后 早对于人情世故 湿得透透的喝风 一早就准备好了 力群会的徽章送给小妹 当她成功干掉宋世万之后 也在第一时间 就给老婆预备好了新旗袍 恭贺 她成为力群会的leader 当然 在婚后的几年 疑心中的喝风并没有直接让小妹 参与到自己的商业运作里来 而是直接给了一家花囊给小妹打礼 直到多年以后 已经与儿子不睦的喝风才 不得已躲在暗处 让康雅斯作为执行的傀儡参与其中 这段感情是预算器 业力预算器 因为成了喝风的傀儡 康雅斯也逐渐扭曲 在喝风无法压抑的差距里 他们从互相利用变成互相折磨 偏执的爱情如炼狱 野心的散机可以换到金钱 换到名誉 但是换不来幸福 这也是喝风与康雅斯的最后写照 不得不说 月华饰演的喝风一瓶一笑都是戏 他和陈孔烈饰演的宋世万对拼真的是全剧亮点颇多的对手戏 许多人因为喝风而认识月华 但他曾经是少世旗下红极一时的一线小生 曾出演胡金全指导的电影《大醉侠》 凭借在片中饰演的《大醉侠》半大杯一角一举成名 成为了那个时代万千少女心中的偶像明星 在上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 月华的作品真的爆棚 在梁朝伟 吴戴荣主演的武侠剧《绝代双娇》中 他饰演重情重义的燕南天 在八零后们熟悉的时装剧《一不容情》中 他饰演冯世邦 不过因为移民加拿大 月华一度淡出公众视线 2007年才回港重新开始涉足迎评 在突围行动 三国之剑隆袭着 《人心解脉》 《心妻》 《宁门爱战》 《经国枭雄》系列等 近十年来TVB热门剧作 中都能看到月华的身影 成了经典绿叶 作为香港资深艺人代表的月华 这一生被提起最多的 却是与郑佩佩和一书的过往情 一书的传送门 林青霞直信他 林喜崇拜他 但他也真的尽害羡吗 气子 一书的冰火人生 当年月华与郑佩佩夜戏相识 一书替少是香港女画作记者 那时三人走得很静 经常一起出行 后来郑佩佩回忆 当时一书经常借口 自己有夜矛正 郑月华送他上楼 月华与郑佩佩分手 就与一书正式交往了 当年香港报纸的头条 还开灯了两人的封面 标题问艺术为什么爱月华 文中对月华极尽一美之词 说他人好 性格好 账相品行也正直 不抽烟不赌钱 努力工作还孝顺 是难得的极平靠男人 据说 月华就是一书小书中嘉宁的原型 不过艺术与月华的相处 却并不特别愉快 当有媒体提起月华和郑佩佩的就文 一书就会做出很激烈的举动 例如将她的衣服剪烂 又或者去对方的宿舍将刀插 在床板烧心脏的位置 后来 已婚的郑佩佩曾经写过一封信给月华 被一书发现 她将信公开到了媒体上 令到月华再也接受不了 在某节目中 月华曾接受采访谈及网视提到一书 曾求她不要分手 她的性格比较特别 后来她真的归下来要求我 我也说你伤害人家太犀利了 是不可以 与一书分手后月华曾与一名 意大利少女有过短暂婚时 直到后来月华在蔡兰的节目上 结识了甜妞的姐姐甜妮 并擦出了爱的火花 当时导演女汉想还不断恐怖 让两人快点结婚 她俩结婚时也算是相当有范了 蔡兰做了女方介绍人 胡金泉做了男方介绍人 李汉想是郑婚人 在女儿嫁人之后 妻子甜妮鼓励月华再度回港拍戏 这才有机会让年轻一代的观众们再次认识了她 以及她塑造的经典角色 赫丰 十年 其实没有陈奕迅歌里唱的那么漫长 宝若已选 然而其中编故才发现岁月匆匆 从不留情 脑海里的珠光宝器 这剧情还晃在眼前 唏嘘的是李子已退运 林宝一爷减产 恨风雨 宋世万一在天堂重逢 是为月影化长流人间 天堂没有病痛 而是为月影化长流人间 在其中导致病则 Act以后 似入恨风雨 所有的情况 让你太处 巴仲 眼帮 巴仲 巴仲 巴仲